偶像团体SH1成员Selina 出道13年首度单飞推出个人专辑 发片浅夕 Selina促成艺人黄紫焦和小S 这对分手15年的喜日恋人同台大和解 抢攻娱乐圈最大头条 宣传活动更请到黄紫焦单纲主持 媒体聚焦百分百 很复杂的一个通告 那都答应之后呢 他就说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我可以在现场我觉得好爽 他就是抱着一种看好戏的状态 我就觉得那就是老天爷 给了一个机会跟缘分 对啊 所以 虽然就是完全被模糊焦点 但我被模糊得好开心 就是小S还有传讯机跟我说 就是谢谢我这样 但我就立刻回传 我就觉得不是你们要谢我 是我要谢谢你们 我很谢谢你们 愿意让我当这个桥梁 Selina期许自己当演艺圈的合适老 不介意被抢风头 不过说到首度初级 Selina也做足功课 她请来金曲歌王肖黄旗划刀 合唱台语情歌 MV跟请出任爸任妈嘎一脚 Selina也坦诚挑战台语歌 果然有难度 一直认为我这次一定做得到 那我就跟公司提议说 我希望可以有一首明南语歌曲 而且我希望那个是肖黄旗 因为肖黄旗老师的歌我很喜欢 然后没想到又在德寸进尺要求 要合唱的时候也同意了这样 但是录音起来才知道说台语歌我真的还差多了 我就老老实实当唱歌国语的歌手就好 那个QQ跟Q真的太难了 Selina表示以前SHE初级 就算有压力还有姐妹涛一起分担 现在成败一肩扛压力不小 她预计一月在全台北中南各办一场签唱会 亲自跑宣传分享歌曲的正面力量 也请歌迷多多捧唱 中央世界红黄军网一文台北采访报道